嗨,我是宝可梦 2023年的现金回馈神卡排行榜 Top10来咯 我们依回馈%数由高到低来做排名 最低的有1%的现金回馈 到最高有8%的回馈 如果你的卡片回馈比这个还低 我建议你赶快除旧不新 换一张新的好卡 推荐第10名台信银行的玫瑰Giving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卡片 其实蛮漂亮的 那它的回馈呢 一般平日刷卡是1%现金回馈 如果你在节假日刷卡 你的回馈率会飙升到3% 请你设定台信银行的账户扣角 台信信用卡费 这个3%的加码 一个月刷166,666元 都符合资格 那什么是节假日呢 举例来讲 过年的10天廉价 其实就是节假日刷卡的好时机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边可以扫码办卡 第9名 这个赖点卡呢 有点做出这种金属质感 那LinePose点数其实可以在下一笔消费来做消费折底 所以我把它当作是广义的现金回馈卡 你需要设定联邦银行的账户来扣角 联邦信用卡的卡费 就可以拿到0.5%的加码 一定要申办电子化账单跟 绑定LinePay才能够享有点数回馈 如果你要刷保费的话呢 以前是可以2%跟分期都拿到 但现在呢只剩下分12期零利率 如果你要刷保费呢 我会建议你使用联邦信服M卡 它有最高1.5%的现金回馈 再加上最高分12期零利率 就比这张卡片还要好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码办卡 第8名 星展Echo永续卡 这个是国内最高2% 海外最高有3%回馈 你国内刷卡呢 每个月100万以内 都是有2%的现金基点 海外的话 只要当月刷满2万元 就可以拿到最高3%的现金基点 这个现金基点呢 你可以在CardPlusAPP 100点为单位来做兑换 刷卡金折抵下一期的账单 它的点数效期只有一年半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它是首年免年费 然后使用信用卡电子账单 就不用免4年年费了 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QR Code 可以直接扫码办卡 第7名 这个台北富邦这个 之前不是叫大家剪卡吗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把它推出来呢 其实我们是单纯的 以回馈率的数字把它放上去 你要拿到2.2% 还是有一些美港要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申请富邦数位账户 并且来扣角卡费 就可以拿到额外的0.7%加码 才能够拿到最高2.2% 不然就只有1.5%了 海外的部分呢 限定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 才有3% 不然其他地区一样只有一%回馈 第6名 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永丰大户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蛮多遍的 只要有出国做旅游 我就会用资产卡片刷 不论是机票 饭店的费用 旅行社费用 它都很适合 如果你不常出去玩 那你也可以用自动加值 也有5%的回馈 提醒你 你要开立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才能够申请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你的使用攻略我推荐你 先申请大户数位账户 别忘了填本团推荐码CTOPIA 再来申请永丰信用卡 比如说永丰Sports卡 或5688联名卡 拿到了新护理之后呢 再来回报 本团也有奖品可以给你 那你再以旧户的身份来加办 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第一个月你不用放钱 你也可以有大户资格 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 它就会减合你的往来资料 所以我建议你 第一个月就赶快把钱丢进去 放个10万块钱 那不论是活存定存还是外币 然后你买iBrand ShareShares 其实都可以算在里面 但是证券端的资产是不算的 比如说大户头 封存股台股 封存股美股 这个都没有算在里面 只要有往来10万块钱呢 你就可以拿到国内2% 海外3%的刷卡回馈 那每个月呢 可以刷6万块钱 对于小自如来讲 应该是蛮够用的 有需要的话呢 这边就可以扫码开户了 第五名 兆丰BT21联名卡 这张卡片呢 去年我们有做过介绍了 去年的话呢 是2.1%回馈无上限 今年上车的人 可以拿到的是2.5%回馈 但是呢 它就变成有上限了 那你可以刷多少呢 1%无上限 再加上1.5%加码 每个月可以拿200 所以回推呢 你就是一个月刷 13,333元以内 都是2.5%的回馈 绑定行动支付 最高有来到5%回馈 就是它再额外加码 2.5%回馈 如果你单刷行动支付 就是有6000块钱的额度呢 都可以拿到5%回馈 很不错 新户的定义是2020年 1月1号之后 你都没有照封正卡者 你现在来扫码办卡 就是新户的资格 第四名 永峰55688联名卡 这张卡片推出两年了 可是 其实它在网路上的声量 一直都没有很好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搭计程车 搭车日那一天呢 再加码5%回馈 不管刷什么 只要一般消费 通通都符合资格 平日呢 这张卡片拿出来刷 不用搭计程车 也是有2% teap points点数回馈 5上线 那这个teap points点数呢 跟mine points很像 这个180天内会到期 如果有点数进账 它就会整批往后延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 你可以在APP里面呢 开启 折抵次期账单 每个月有消费 你的teap points点数 每个月都会抵光光 另外它这次有个亮点 叫做指定交通 有5%回馈 加油 台铁 高铁 跟航空公司 每个月刷1万块钱 你都可以拿到500teap points点数 这张卡片要年费吗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你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有QR Code 你就可以扫码申请了 第三名 联邦集合卡 真的是2023年的无脑神卡 怎么说 它只要国内刷卡 就是2%现金回馈无上限 这边有写到 一般呢 是2%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你是新户申请的话呢 它再加码100 等于是你每个月刷1万块 都可以拿到100 好 那可以连续拿三个月 如果你有顺便申请 Ninubank数位账户 它再加码2%无上限 如果你每个月呢 都刷1万块钱 刷3万拿1500 这是很好的 那从第四个月起呢 你就是旧户 所以你就只剩下2%无上限 这张卡片的另外一个亮点 是你可以在日本消费 搭配现在的JCB10%的 这个官方活动 你最多呢 就可以来到了15%回馈 所以这个是蛮惊人的 提醒你 记得要申请电子账单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呢 你在持卡期间呢 通通都是免年费 有兴趣的 赶快跟团办卡 第二名国泰世华 Cube无线卡来了 终于让我等到了Cube无线卡 它是我的Costco无线卡 换发的 小数点不是点数回馈吗 它怎么算是现金回馈 它有一个功能很好用 就是你可以立即 折抵账单消费 你只要用这张Cube卡刷卡 那么你可以直接在CubeAPP里面 看到这一笔未出账的消费 可以直接进行点数折抵 那每一次呢 能够折抵的 就是该笔消费金额的30% 如果你刷1000块 就最高可以折掉300点 300点折抵300元刷卡机 只要在它的四大指定通路里面 玩数位去旅行 乐想购 还有基金选 就可以拿到3%的小数点回馈 无上限 那它还有很多指定加码的通路 比如说保险 旅游 中游 加油 就是直营店 买票券 小7 全家 然后在Sogo百货 或者是现账订阅OTD平台 或是电玩 旅游等通路 都有一%到最高10%以上的加码 不论是把它拿来换里程 还是用现金回馈 折抵账单金额 都非常的不错 不论你的Cube卡是哪个等级 包含我这一张Cube无线卡 它都不用担心免费的问题 你只要有设定电子账单 就是免年费 有兴趣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在这边扫码办卡 第一名 大家都拿到这个霍华德的卡面了吗 其实他们的这个卡面 真的做的蛮有质感 这张卡片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8%的回馈 那这8%回馈怎么拿呢 一般1%封点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你有运动 比如说你有用Apple Watch 每个月呢 有7000卡路里的消耗 或者是Apple Watch的圆圈 有画10次 你就符合资格 那你就可以拿到 每个月加码2%的运动回馈 那每个月呢 可以拿到的是100点 指定通路加码 比如说用Google Pay跟Apple Pay 可以感应支付的通路呢 直接就是5%加码 这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每个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起来 每个月呢 刷5000块以内 有8%封点可以拿 那封点的话呢 你可以在汗水不白流的App里面 来设定折抵次期的账单消费 所以你8月份如果刷了5000块钱 拿到400点 它最快会在10月份 变成400元的刷卡金 直接折抵你账上的消费 所以我把它当作是 现金回馈卡来使用了 提醒大家 这个霍华的卡面呢 是属于限量版 所以它的发行时间 只有1月6号到5月31号 过了6月之后呢 它就会下架就没了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这种限量卡面 赶快申请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只要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扫码办卡 本团有举办MGM的推荐办卡活动 你只要有从QR Code连接进来 都是我们这一团的成员 完成任务 别忘了要来回报领奖哦 2023年到底宝可梦 都会怎么用信用卡呢 这个呢 就是我目前的主力卡卡柱 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张我的国代说话Cube卡 我目前的主力卡没错 就是这张Cube无线卡 它只要是四大指定通路呢 刷卡消费至少都有3%的小数点 回馈无上限 那我可以把它拿来兑换里程 其实就蛮划算的 第二张我的主力卡 就是这张HSBC的旅人卡 那这个旅人卡 其实它有个特性就是 你不需要去想什么通路 你只要无脑刷 你都可以拿到国内18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其实也非常适合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兄弟姐妹 大家一起来刷卡累积里程 然后再一起换机票出去玩 再来这两张是我的吃饭审卡 怎么说 第一张呢 是美国运通千丈百金卡 美国运通千丈百金卡呢 对我来讲 只要是吃饭 两人五折 用它这张卡片 就是回馈 每一餐都至少省下 2000到3000元 这个CP值很高 如果美国运通的餐厅之逆呢 你就可以改用这张 国泰世华世界卡 也是有一些五星饗宴 两人五折的部分 第三张呢 是SNY信用卡 SNY信用卡 为什么没有在这次的 现金回馈排行榜里面 因为它的基本刷卡回馈 只有红利点数 其实蛮烂的 那它只有在指定的行动支付 才有最高10%回馈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之后还会再做 排行榜整理给大家知道 但是我会把它拿来 就是绑定在LiPay啊 接口啊 至少有10%回馈 也是我自己目前 很喜欢的卡片之一 接下来呢 就是永风Sport卡 绑定在ApplePay里面 无脑刷 就是8%回馈 每个月可以刷5000块 对我来讲也很够用 再来呢 是HSBC的汇专卡 这张卡片 虽然它的现金回馈只有3% 但是呢 透过你的账户 日均余额10万块钱 你下一个月呢 你就可以使用5000点的现金点数 兑换成1万元刷卡金 所以你的回馈呢 就会翻倍变成6% 对于我来讲的话呢 每个月可以刷66,666元 在接口 其实我觉得就很够用了 所以这张卡片呢 我个人也是会绑定在接口里面 做消费使用 最后呢 是这张中信欧密卡 我们之前还没有机会 完整介绍2023年的权益 但基本上 我也把它绑定在拍钱包 在四大超商来做消费 都是有6%回馈的 每个月大概可以刷个3000多块钱 我觉得也是我的超商备用卡 很不错 我推荐给大家 再来是结论 我最推荐的 还是我左边这边有写五个推的 永峰Sport卡 国泰斯瓦Cube卡 联邦集合卡 永峰55688联名卡 跟永峰大呼卡 其实都是大家平均无脑刷 都有2%以上回馈 都是很不错的 如果你手上的卡组 回馈是低于2%的 我会非常建议你 趁现在除旧不新 赶快把旧卡捡一捡 换成回馈高的卡片 至少可以挡个半年 下半年会怎么改 不知道 宝可梦提出来的表格 其实都是个人整理的资讯分享 你也可以透过我整理的排行榜 重新找出适合自己的省卡 我觉得这就是 部落客有帮助到大家的地方了 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2023年的信用卡 刷卡省钱秘籍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